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来亚铁道公司的工会开始呛声了 他说我们不需要 以这个私营公司来插一脚 其实KTM如果算 如果这一次成功的话 应该是属于第二次的私营化 上次私营化并不成功 那时是被人弄 还是被收购结果失败 我可以分享一点 我知道的资讯 但我无意做价值的评估 说这个是好是坏 但是客观事实 历史真相必须要还原 必须要还原 这是需要的 这个还原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所谓前世不忘 后世之思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到90年代 90年代曾经印度 我们看到马来亚铁道公司 私营化 私营化 在那段时间 最显著的问题在哪 最显著的问题 那么后来当然了 这个烂摊子由政府来接收 到我去的政府 就是交通部 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不像现在 是由这个所谓SBAD 完全接管 然后交通部等于坐轮板凳 靠边站 现在的情况是如此 那么当时的情况 一直到我这个 我接任的时候 接任的时候 当我巡视这个铁道公司 火车服务的时候 我作为一位呢 所谓前工程师 那么我觉得 我当然了 我必须要从我的专业这方面 那么着手 来看问题 而不是以一个 重置人物的角度的看 那么我发现到就是 整个车队 水火车 车厢嘛 整个车队呢 其实它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在私营化期间 私营公司 并没有真正的掏钱 并没有就是 编拨出这个 足够的那款项 编足够的这个预算 来处理呢 所谓这些火车 设备的维修 就完全说是 完全在没有维修的情况之下 那么一直在 一直的 这个日以继夜的 那么一直在操作 那问题最后是怎么样 最后我们所面对的 那就是 大家民怨冲天 大家一直在 这个争议不休 骂个不休 是所谓火车 或这个铁路的这个班车 那一般上呢 都没有按照时间表 准时抵达 准时开动 都没有 那么问题是 真正的问题是在 每一天 这个铁道公司的负责 这些人 尤其是负责操作的这个 尤其是他的老总 都得要战战兢兢 看到底今天 我又有几部车子坏了 几部车子完全不能够操作 那么甚至呢 他的那个机部件 就是准备 就是准备 就是从他的 哪儿坏了 就从他那边呢 就是贴割下来 就是拆卸下来 去应急 真的 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当时我作为 这个刚刚接手的部长 我心里是很难过 原因何在呢 因为我毕竟呢 在我 练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曾经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被马大当局 是派到这个 铁道局 当时是铁道局 KTM 做这个 所谓 见习生 所以 我看了这种情景 心里是难过的 因为毕竟呢 那些 你所谓说这个车间啊 workshop 车间的这些 这个操作很多 我还历历在目 所以我看的时候呢 我是很难过的 也正因为如此呢 当时 彼此我们在 在酝酿做的就是 你要整个要整顿 你是不是说要添置新的火车 新的火车还不够 你还得要有真正 新的火车当然呢 你必须要有这方面的操作的能手 因为很多你 旧的操作跟新的操作不一样 现在很多是电动的对不对 那么还有呢就是维修文化 你还有没有这个 所谓说 必须要 你还必须得要 编一定的预算 准备什么呢 准备有这样的一个队伍 这样的一个 还有呢 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 它的那个仓库 还有设备 或者是培训员工 维修员工 那么这些 长期性的 这个作业 有没有 这些都得要从零开始 所以呢 你问我说 那么第一次的那个 私营到底怎么样呢 这些就是遗留下来的问题 一路上来的问题 当时我们 谁接手 谁要去 就得要去上脑筋 烫手 烫手 山芋 所以 达东刚才提到说 他们是 这架机坏了 那么就从另外一架 stand by 的火车下 英文叫做 canibalize OK就翻过来 可是为什么他们当时 不完全 fullly utilize 那些 其实这个里面呢 坦白说啦 那么 确实是 确实是 千仓百苦 好车 你是说整个KDM 他当时的情况 当时是哪一年 我讲当时 我接任的时候 接任的时候 我接任的时候呢 是 是08年 308过后 那么 确实 有一些 这个个案呢 还是里里在目 除了 刚才你提到 一些很恐怖的 个案子吗 还有什么吗 有 很吓人耶 这样子 还有 比这个更吓人 比如 分享一下 比如 那么 在我上任之前 那么 我们 我们向中国 当时所订购的 啊 我们当 当时订购的 有20列 应该说 这个是 20 对不起 对 20列的这个 这个货运 机车 我们叫做 机车 locomotive 机车 货运的 那是载货的 那么 那么 他交货了之后 后来才带我上台 那么 我去巡视的时候 我曾经 说 我要点货 我要看 因为我之前我已经封闻有 有些问题产生 果然 后来这个事情 长话短说 这个事情 追缩下去呢 原来 20部里面呢 只有两部 当时为了应付我要去巡视 两部呢 就摆在那个车间 那么 但是这两部也不能够 也不能开动 那么 其他的18部呢 去了什么地方呢 那么 在 在我们这个严家 追查之下 原来呢 这18部都准备报销 换句话说 还没有启动 还没有真正投入服务呢 就准备报销 就是 当时 我还记得这个 马来邮报呢 一直他们在追这个新闻 那么 当时 他的这个 头条 头版头条 就是 所谓说 这个 这个机车 进入所谓的 这个 scrap yard 这个scrap yard 就等于说 就是等于说 当着肺铜烂铁 来处理 那么这个呢 坦白说 我印象蛮深刻的 那么最后的情况呢 那么当然了 查问之下就说 因为这些都已经不能再修了 但是对我来说 你还没有投入服务 怎么说不能再修呢 对啊 那么 当时的理由就是 把这个问题责任全部推 推卸给这个中方 但是我们一再追查之后 发现到 中方 供应商 制造商 那么这个厂商嘛 其实完全并不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最后呢 最后呢 最后啊 那么在 我这方面呢 这个插手之下 中方 来人 抢修了三个月 后来二十部呢 全部 全部呢 是在什么时候 完全给修好呢 那是在 那是在呢 09年 09年 那么是08年 五月份 我去巡视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么 中间 当然呢 出现一些 争议 那么 到后来完全 大功告成是 09年的 元月 一月份 就是全部呢 恢复 投入 那是在我们 农业新年之前 问题是他们要推卸 他们 他们 I mean 你的火车箱到的时候 I mean 火车到的时候 你是要点货吗 对不对 他们有点货的吗 那么 他的所谓的SOP 或者是 这个标准 作业流程是 有没有说完全 遵照这个SOP呢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只知道了 就是说 就是当我 我这个 我要去 所谓 查看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收到 这方面的这个封文了 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那二十列 LOKOMOTIC 多少钱呢 50M 是 15 50 50 5000 这是美元 很荒唐 那就等于说 马币是上亿 这些事情 那么当然了 它的结果如何 那么这个呢 其实 都 我印象中都没有哪一家报纸 那么 加以人 只会最终报纸 这些都是存在的事实 到你离职之前 这个KDM 还是不是一个千尝百孔的KDM 我只能够这样 这样说吧 那就是 我离职的时候 我还没有看到 我还没有看到 是真的 我还没有看到 当时我任内 我们所规划的 这个 像 中方 购置那个 新的 这个EMU 这是电动摩车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交过 但是呢 我离职的时候 有一点我可以跟你分享 我离职的时候呢 所以我 印象 我是 这个印象是 不能够磨灭的 那就是 当我呢 被首相通知 我在内阁除名 内阁 改组的时候 除名的时候 那时候也同一天 早上 我在日本东京 我刚刚跟这个东京 东京的这个地铁公司 刚刚新高采烈的 达持一个协议 那就是 东京方面 那么他们准备 已经答应了 五条件 捐赠 三十八列 三十八列 六节的 六节就是六个车厢 六节的 这个火车 电动火车 那是电动火车 无啥 free of charge 完全免费 保养的非常好 它的保养好的什么程度呢 它还可以呢 再操作 二十年 还可以再操作二十年 那是最低二十年 多着二十五年 那么这个都说 都已经说好了 这个是由这个日方方面 最后抄定 这个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为之前我们只要求的 这个数量不多 但是这个最后是敲定 同一天下午 我接到这个 我被出名的消息 那是我最后呢 一向官方认为 那么 但是很遗憾 那么过后呢 有一句话说 人去茶凉 对吧 那么 那也表示 天下没有不散的演戏 但是呢 最后的情况是 根据我了解 最后连这个呢 我最后的 一向呢 为国家所做的贡献 也最后呢 被封掉 太史福中 原因错综复杂 那么当然呢 那不是三言两语 可以说个清楚 那么 只能够这样说 日方一直是 一直是 期待着 这个马方 是能够继续跟进 但我不在意之后呢 这个事情 最后呢 根据我 从日方 消息 听到的是 马方不要 是马方 婉拒 原因 不知道 其实那个马来 鐵道局公司 他们是有提到说 全世界的这些 鐵道公司啊 赚钱是少数 所以他们不需要 不希望再受到 恶毒的伤害 你怎样看 确实 这是事实吗 全世界的这个 鐵路 运输 不管是 客运或者是 货运 赚钱的不多 但是也有这个 少数例外 这个少数的例外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比方这个印印度 印度 印度 其实印度是 帝大巫国 印度呢 其实它的这个 铁路服务 铁道服务呢 其实过去一直是亏损连连 但是最后呢 我还在任的时候 我记得 这个 它的铁道部长曾经 有跟我交换这个经验 那么 他们最后能够 转亏为赢 他能够呢 转亏为赢 甚至成为 他们这个国家 其中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收入 还有 他们的策略是什么 主要还是在管理 还是管理 这样是不是说 很多公司他们 事在人为 事在人为 管理很重要 尤其是维修 你维修 还有呢 你就是那整个搬车的管理 怎么叫搬车管理呢 就是每一天 你多少烫车 多少烫啊 那么 你这个 你有没有准时 底部 准时开动 还有呢 就是舒适度很重要 Comfort level Level of comfort 等于说 你这个车厢 人家是不是 是不是坐得很舒适 那么还有呢 就是你的车站 你火车站 你火车站的那个 管理一样一种的 不能够 老实说 火车站了 我们就 隔织一旁 让他呢 这个所谓说 这个 这个 人的观感不好 那不行 其实那种的火针还是一样 有 这个其实火车站 是我当时 就是 2010年的时候 我还没有下台之前 就是2010年的时候 火车站的整个 这个更新 是我当时的这个 规划 所以 您今天问起我这些事情 算是 早两年前的往事嘛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事情 这个河畔拖出 有这样的一个整个规划 那后来也是 是 太史浮宗 那我已经离任了 不过我对你刚才提那两个例子 真的是很惊讶 很震惊 可以 可以严重到这种程度 我去看的时候更震惊 所谓说这个 英文所谓的 sense to scrap yard 这个是要 当作要 报销处理的哈 我真的不敢置信 当时有没有人说到对付啊 这是很大的案件 因为 蛮大的case 当时我有下令这个调查 这个调查报告 其实我看了 那么 其实这个最终呢 是 其实还要有这个 你看KTM本身 KTM本身 很多人不了解 以为说 KTM本身呢 就是完全听命的 比较多 其实KTM本身 它本身已经corporatized 等于说 企业化 成为公司 但是它是 关联公司 对 就是官方的 它是GLC 属于谁呢 属于财政部 就等于说 你财政部 你任免权 就是你要 你要聘用谁 或者是你要 把谁给 裁退掉啊 其实都是这个 这个 财政部说了算 哦 而不是家通部 不是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权限呢 很多时候 这个权限 所以我接手的时候 有些事情 确实是蛮无奈的 所以那中国那二十列火车 是前任的 哦 那个中国的 就是那个前 是那个机车 机车 机车 那是前 前任的 其实是前任 刚才那个名单 这样子一扯一扯出来 又是另外一个事情 有 所以我说啊 我 这个 这个 如果我们说的比较 调皮一点啊 就是广东话讲 那 就等于说 我碰到的都是这些 这些事情 我要处理的时候 我是不是会伤害到一些的 对啊 不是我所愿 但是我不做怎么办 哎 哎 三一耶 为什么他们中国过来维修呢 也是要 其实我这方面 我蛮感激中方的 我不会 我不会说 把那个责任的 推卸在别人身上 人家确实是不知情 而他 最后他们中方的 这个是大连 大连那边 大连 大连的这个公司 那么他们派出的那个队伍 工程队伍 我自己亲自晚上 我还去 去看 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技术人员 是日以继夜的做 三个月 这一点 我觉得是敬业乐业精神 我必须要 对他是肃然起敬 我去看 不是一次哦 我这个人我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习性 那么这个是 担任工程师的时候 有最养成的习惯 我们去看工的时候 一般上 我们不是只是看了一次 就是啊 这个拉大队啊 政治人物的做法 就是这个媒体队伍啊 全部出动啊 拍照啦 摆姿势啦 然后呢 什么呢 然后下来就没了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 所以说媒体跟随 我们自己亲自去看 亲自去了解他的进度 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 工作方式 连饭呢 吃也不按路 就是这样 在爬饭 爬饭的时候 就立刻就做了 其实我 我这方面 我感受良心的 这个 到底是 问题出在哪里 中方这样来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回事 可是 来到马来西亚 竟然是出现这个18加2的东西 到底是问题是出在哪里 其实最重要的是在于你 所以你接手的时候 你必须得要有 这当然一定的这个流程 那标准的这个流程就是 你收货的时候 你当然你要test drive 你当然要试车 还有当然有这个保养器 那保养器呢 那么如果有出现状况 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 通知对方 但是这个问题是 对方也不知道 所以换言之中方 并不知道他们的 是不是里面有舞弊呢 这里有很大的想象固件 当然 这样 会不会出现离毛犯太子 也不对 也不是 这个不叫做离毛犯太子 但是呢 那么当然了 这个我只能够这样说 如果把它当成是 废铜烂铁 一般的废铜烂铁 处理掉的时候 这里头可卖相当多钱 我只能够这样说 其实大多你当时你看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其实他们所谓的报销是 应该是相当损到很严重 才不能够操作嘛 对不对 其实它只是 其实很多才是完整无缺的 只不过是它的一些可能 在基建里面呢 是不是被偷掉呢 或者是失灵呢 都有不同的说法 董东你在这个车厢抵达过后去看 就是这个Lokomotive啊 到了马来西亚的过后多久 你才去视察 不过那个是 其实是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因为我接任的时候是 08年的3月嘛 对 我5月份 我还记得是5月初的时候啊 我去巡视嘛 那火车是几十道啊 5月 它那个是应该是在 远在308之前啊 就是说放在那边很久了喔 好一段日子嘛 喔 因为我还记得 所以一般上 我上任之后 我当然我要看了 就是好了 你讲到这个货运的 我要看了有哪些车啊 或者是你的客运呢 现在这个民怨冲天 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是不是车子不够啊 你每一天 我当然我会问了 你一天到底你几部车子 他们当然就必须要把这个资料给 给给抖出来嘛 之前呢对你说 你封闻一些东西 你封闻到什么东西才会提高 主要是这个 这个马来邮报 当时有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头条 那就是说这个 这个 所以说这个 还没有开动的火车 那就被处理掉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东西就 是 就去视察 那个手差不多已经是两个月 几个月 几个月 我上任之后两个月 还不到两个月 各个把月嘛 其实他们照SOP来讲 他们这东西到了 他们需要指挥长的嘛 不需要的 他们可以操作的 因为你KTN本身有你操作嘛 你凡事都要部长来插手的话 那就很怪了 对吗 所以他都你看 所以人民不相信政府是真的有理由 对这些民怨啊 但是 话说回头啊 我那时候我很多事情 我都揭露 我就怎么 你就比较 我揭露啊 你比较冤枉 我揭露啊 我揭露不是要喜欢做嘎梁啊 对吗 我揭露啊 所以这个东西你问我 我不用再去回头看一看 那个档案资料 我还记得很清楚 这些都是难以磨灭的印象 以前你在KTN实习的时候 你看到的KTN是怎样的 早去通过 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们主要 但是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就是我们主要是 是想就是学的 就是想知道多一点 尤其是技术层面 所以我们接触到不是管理层 是技术员工 甚至是一普通的一些员工 所以底下层的员工的生活规律 我们蛮清楚的 他们吃饭的 他们同时吃饭的习惯了 还有工作的习惯 我们蛮清楚的 所以 所以 从最底层的 那个层面开始 那时候你有没有 那时候你对这个KTN的发展 有什么看到吗 那时候你还是有 那时候我总觉得是 这个工家的机构 尤其是这个 它的这个车间整个建筑 给我印象是 就是殖民地时代的那种奇形 的 是 的